男人给手伸进肚子里摸手一番后 竟然从里面掏出一大把蛆 为了防止蛆蛆掉落 他用保鲜膜给自己伤害累累的肚子围住 这时外面突然传了敲门声 怕被别人发泄 男人赶紧乔装打扮 并且穿上光鲜亮丽的衣服 来挡中腐烂的身躯 惊怪他在身上喷出大量香水 和身上散发出的尸丑味 还是给整架飞机的人 熏得迷三倒四 纷纷捂住口臂 因为男士实在受不了了 面了空气 打开飞机窗户 然后把男人赶下飞机 此时客庄中还坐着一个这样的男人 他的脚下已经蟑螂成群 不断的从身上掉下 怕被别人发现自己的伪装 他赶紧给蟑螂全部踩死 这时光头从卫生间里走出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移地面的去 这可把男人恶心坏了 由于他们两人的出现 航空公司只能给其他乘客安排换场 两个男人一下飞机 就被福威乐给吊主带查 可刚走从航空大厅 两人眼睛一瞪 夸的一下 直接给两个警卫干晕了过去 两人武功高强 三两下的 给攻击人员全部干趴下 其他乘客健壮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就在下一秒 我地管 紧枪子下去 光头竟然毫发无损 身上只是掉了一点白灰 只见他抓着枪头 一下给警卫甩飞了出去 大量保镖立马围上前 对着光头酷酷开枪 可子弹却为上他分好 反而他掏出枪 给实际好保镖全部反杀了 两人之所以如此恐怖 只因为他们是个死人 几天前 在地狱下的一次大会上 两人无意间被地狱魔王选中 于是派出两人前往人间执行任务 因此将光头和大壮两人的灵魂 复活到了原来的尸体上 而他们的任务 就是杀掉30名科学家摧毁地球 威拉作为人间的接待人 立马领着两人从地亚车库逃走 然后一路来到殿堂 问店主要取赋予魔力的权杖 店主知道两人来人间的目的 施以保镖叫他们赶走 可他低估了附魔人的实力 直接就被隔空揉了进来 光头借机偷走全杖 两人坐车就跑 他们躲在一个平民区 以下三段的手法 换了一身醒透 桥庄打扮后 他们坐上了前往沙漠的大坝 此时30名科学家 在军队的挟持下 已经来到前往外太空的基地 大众和威拉蒙混过关 并且打入科学家内部 而光头则一人前往飞船落脚点 阻止他们起飞 另一边 一个个科学家被降到地球 做起飞前的工作 他们走进飞船内部 所有人欢呼雀跃 丝毫不知道 此时飞船的下方 有两个坏人偷偷溜了进来 伴随着一声倒计时 飞船成功起飞 街外人员立马将黑石树立 等待着飞船落脚 谁知就在这时 光头晃悠地拿着权杖走来 不止自身的他 面对所有的枪林弹雨 他跟没事人一样 这怪异的荧幕 吓得所有人转身就跑 光头挥舞手中的权杖 里面冒出大量红烟 天空万里的天空 突然变得电闪雷鸣 所以弱得像小蚂蚁一样 从天上落下 就当飞船准备接近黑石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眼睛 光头见状不妙 立马将权杖插在地上 强行阻止飞船飞向外太空 权杖的魔力 瞬间将飞船从天上拉了下来 失重感让里面的人左飞右滚 大众和威娜直接被摔晕了过去 现在仅靠光头一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抗上帝之眼 巨大吸引力让他弹飞了出去 全球各地同时变天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 由于光头阻止的片刻时间 耗死了飞船里读圣书的科学家 老大健壮情况不妙 立马上台念咒 冒着生命危险 强行抗权杖 科学家成功飞向外空 由于大众和威娜没有阻止科学家念咒 光头直接被魔力炸死了过去 最终科学家成功拯救了地球